韩国团体出道7年时 通常都会面对是否续约的问题 有些团体会继续活动 也有许多团体就此单飞或直接解散 因此有七年之痒一说 人情女团Twice今年也正式成军第七年 合约动向引发粉丝和网友关注 没想到11日有台媒报道 除了子鱼外的8名成员 都已经与经纪公司GYP娱乐续约5年 子鱼则尚未完成续约 有消息传出 子鱼将与公司续约3年 并且有意往多方面进行个人活动的 她将以单飞不解散的方式 来发展个人演艺事业 台媒向子鱼妈妈求证此事未获回应 消息传到推特等外网后 让粉丝们都炸了锅 不过大多数台湾粉丝 并不相信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认为通常续约都是续3年 其他团员续5年不太像是真的 而且Twice目前都还在美国盲巡演 痛批这事子虚乌有的新闻 那目前公司方面并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